美国前总统川普之前因为煽动暴力被推特禁用 那马斯克重掌推特之后最近就发起了投票 让这个用户决定要不要让川普重回来 那投票结果显示超过半数赞同 结果川普在昨天得知之后却表示自己兴趣缺缺 马斯克在推特上面进行民意调查 24小时内有超过1500万的用户投票 其中52%赞成川普重返推特 那78%是反对 根据投票的结果马斯克表示 他会恢复川普的账号 但是在昨天19号川普被问到时 是否有意回到推特 他却直言说看不出任何重返的理由 他还说他会继续使用自家公司创立的真实社群 他认为这个新平台运作得比推特还要更好 再来是美国总统拜登在11月20号年满了80岁 而他在生日的前一天参加了长孙女娜米的婚礼 不过因为婚礼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 过程又完全保密而IP 这是白宫史上第19场的婚礼 28岁的新娘是拜登次子杭特的女儿 250名的嘉宾入场的时候必须交出手机 媒体则是只能在白宫外面不得进场 白宫记者协会主席批评说白宫对于这个婚礼的过程保密 媒体被拒于门外相当失望 至于高龄80岁的拜登则是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最年长在位的总统 不过目前他连全球目前在位的最高龄元首的前十名都排不到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目前全球最高龄的元首是89岁的科迈隆总统保罗比亚 日本日目前已经进入了高龄化社会了 有许多的银法族都是独立过生活的 也多次传出老年人驾车发生意外的事故 那在福岛市18、19号就是昨天晚上 发生了一起97岁的老先生开车的车祸意外 造成了一人死亡、五人受伤 我们一起看看当时的状况 97岁开车真的有一点危险 根据现场报道者说法 这位97岁的老先生开着一辆小客车 直接冲向一旁的人行道 碾压过当时正在人行道走路的女性 造成她头部大量出血 因此酿出了悲剧 那目前当地警方正在厘清事故原因 不过这位高龄97岁的老先生 还必须驾车出门 确实让人很担忧 再来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19号参加了加拿大的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时 警告中俄目前都在追求一个 透过武力解决争端的世界 奥斯丁坦言 已经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挑战 美国也将会积极来应对 2022年的领袖峰会昨天落幕了 我国领袖代表张忠谋呢 昨晚在曼谷举行国际记者会 他说到今年是睽違四年再度举行的 APEX实体会议和上回相比呢 他今年见到更多的人 21个领袖 领袖代表 他有一半以上都见过了 包括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来听张忠谋的说法 这边习主席的确有互动 我们在昨天上午 他到休息室来的时候 我们互相问好 我恭喜了20大的成功 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记者会中 张忠谋的座位的名牌上 印有中华民国国旗 张忠谋也说了 他会在记者会中都称呼 习近平为习主席 那习近平当时呢 也回应张忠谋说 记得两人四年前 在巴牛举办的APEX峰会上面碰面过 张忠谋则是接着向习近平说 自己去年有过一次关节手术 而习近平表示 张忠谋现在看起来气色很好 不过两人只有在第一天 有过简单的问候 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互动了